HELLO 大家好,我是名人站REGINE 歡迎大家來到名人站的Youtube Channel 我今天會和大家分享的就是Hermes這個品牌 今天會和大家開箱的一款系列就是夏桑 夏桑會分Mini size,25 size和31 size 市面上最多的都是25 size和31 size 因為Mini size基本上都沒有再出版 我手提上的是25 size 25 size是近幾年來新推出的 size 它的顏色是大家冒昧而求的金鐘色 超級漂亮,還有夏桑的金鐘色或大象膚 這些顏色是非常之少有的 它和大象膚一樣都會有奢白線 讓大家看看它整體的設計 夏桑的設計是非常之簡單的 它沒有任何一個Logo的代表性 但別人一看到它,整個包包的設計 就已經知道它是海馬仕了 而且它的皮質也是用了牛皮製造 它翻角的位置是用了水皮製造 而它這個設計是造成層次感的 它有些款是銅色系 另外有些是平色來的 可能有不同的平色 我這個金鐘色是銅色系來的 而且它下桑也會有很多暗格的 所以一定是足夠的 而且它設計了兩個手環的位置 你可以手拿也可以手抽 所以這個設計也是非常實用的一個包包 我現在開給大家看看 它裡面的容量空間和整體的設計 它前面會有兩個貼袋 都是比較貼身的 你可以放一些收據或八達通 如果你放紙巾其實都可以的 它後面也是設計了兩個內貼袋 而且它也是比較貼身的 你放電話其實都可以 我現在開給大家看看它裡面的容量空間 它裡面是可以放到這個長銀包 或者小一點的水瓶都OK 或者頸巾都沒問題 這個25尺寸其實它的容量真的非常之大 夠你裝平時出街要用的東西 而且它有個內貼袋 它的容量也是非常大的 你可以放一下私人物品那些都沒問題 另外它的肩帶可以拆射的 而且它也會有些孔可以給你去調整這個長度 你可以斜背、單肩背 也可以做這個液下包 它的肩帶也有幾個孔可以給你去調整這個不同的背法 所以你可以有不同的造型、不同的袋 我現在示範上身給大家看看 斜背的話就Casle少少少 你如果平時下街或者穿沒那麼濃重的衣服 也可以斜背 你單肩背都沒問題 如果你想Lady少少 或者斯文少少的話 你可以把肩帶調到去單肩背 其實它就在這個位置去調整的 你把肩帶拉到第二個孔 那裡的單肩背的長度 其實是剛剛好的 如果你再拉一點的話 就會是在下包的長度 它那些孔的尺寸已經定了 我個人認為Casle長度的背法 是比較漂亮的斜背 或者是較長的單肩背 因為我覺得這個長度 剛剛好很方便可以拿東西 或者你不會太累 如果你太累的話 也可以手抽 手腕都可以的 我覺得就是調到剛剛好 那個長度的單肩背是最漂亮的 另外有很多人都有疑問 這個扣是什麼作用呢 其實這個扣是可以拆出來的 你把手腕的位置扣上去 防止別人偷東西 但其實你如果用起來 你就會很不方便 因為你長期都要扣進去 然後又要解開 你拿東西就很不方便 所以很多人都不會扣進去 直接就像一個裝飾一樣 這個扣 好了我今天的分享就是這麼多 不知道大家對這個袋有沒有興趣呢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過來尖沙咀門市找我購買 也可以下載我們apps 直接看看其他款 我們除了愛馬仕 還有其他品牌給你看 另外記得Like和Share出去 還要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我們每一天都會拍片上去 分享手袋給大家知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